中秋节 国庆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了 每年这个时候 学校都会举行零中秋 国庆的文艺晚会 除了唱歌舞蹈表演之外 诗歌朗诵也是必不可少的节目 许多同学为了能把朗诵节目表现好 也开始绞尽脑汁 找朗诵配乐了 朗诵诗歌 除了熟读诗歌内容 理解诗歌思想感情 把握感情基调 抓住朗诵节奏之外 还需要选择一首背景音乐来衬突 让诗歌与配乐相互应 引起听众的共鸣 不同的诗歌有不同的格调 例如有热情的 豪迈的 悲伤的 高兴的 抒情的 所以在选择背景音乐的时候 也应该选择与诗歌相对应的背景音乐 在给朗诵作品搭配音乐的时候 切不可将忧伤 抒情的内容配以欢快 活宝的音乐 给朗诵作品搭配背景音乐 也要讲究方法 一般是用一首音乐贯穿时钟 或者把几首乐曲轴和剪辑 成一个连贯的 符合朗诵内容的曲子 无论选择一首或几首 都要保证与作品的风格节奏和谐 统一 最近有好多为孩子认真的爸爸妈妈 在后台问我 要一些朗诵配乐的资源 还好 我有收集资料的习惯 之前搜集到许多适合朗诵的背景音乐 接近800多首 于6.36个记忆 配乐比较多 文件比较大 还没有来得及整理 如图下 以上只是展示一部分 如果有需要这些朗诵配乐的爸爸妈妈 可以后台找我让 获取朗诵配乐资源方法 关注头条号大宇文刘老师 后台回复关键词配乐 即可免费获得 特此说明 本文整合的资源均来自网络 仅供学习交流使用 版权军规员作者所有 如有信权 烦请告知 我们会立即删除并表示歉意 谢谢